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前来参加的人中有不少是海外的电影从业者 他们对于中国电影有什么看法呢 4月15日 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几位外国电影从业人员 几位外国电影人一致认为 中国电影市场居于世界前列 因此他们此行都希望能加强自己所在国家 与中国电影行业之间的联系 此外 中国电影的独特性也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有些不同的影响因为中国电影是真正的影响 但我看过去过去 中国电影的影响也有点 international 而他们看过去外面的中国电影 所以他们在良好的方法 中国电影的影响 有些良好的影响 有自己的 Only Storytelling , 但是, 你的同性 , 是尬意 ,和 其心理 , 但像是家人 , 赛斯人 , 的生活 , 是在那里面 , 优优上社交外科 , 是有不同的情侣 , 感受 , 象徵 , 性格 , 性格 , 性格 , 所以如果真正硬 有很多情侣 , 有低温 , 成分 , 是在家人 , 偶爾有多的情侣 , 街頭 ,也有很多情侣 , 亦可以在街頭 , ох茵 , 隱蔽 , 或其他情侣 , 就想, 如果您走到Hollywood ,或其他人 , 会更多的情侣 , 如果您走到Hollywood ,或者其他人 , 多ец , 其他情侣 , 重機 , 更加 2019年对中国科幻电影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 《流浪地球》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等科幻电影在年初领跑了票房 虽然几位外国电影人还未能完整看到这些新片 但这些科幻电影的高票房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中加国际电影节联合创始人谢尔盖甚至预测 中国科幻电影在两年内便会迎来大繁荣 而尼泊尔国际电影节主席帕坦克也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了信心 此外 安妮卡意大利电影音像和多媒体工业协会的罗伯托 还对中国科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据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介绍 此次前来北京洽谈合作的外国电影人 还包括法国电影联盟 韩国光州电影节 美国电影协会等组织的代表 美国电影协会